这是一部无法被超越的巅峰美剧 与越狱全游高开滴走的剧情不同 它是越到最后越精彩 没看过绝命毒师的人是幸福的 因为你至少可以想什么时候上厕所就上 20年前炸鸡叔的好友被人当面杀死 如今他却与仇人亲力合作 可仇人时刻都在羞辱炸鸡叔 他像逗狗一样施以炸鸡叔拥抱自己 面对炸鸡叔的妥协 艾兰迪奥觉得他还是那个任由自己摆布的小咖 可他不知道的是 炸鸡叔为了复仇已经等了20年 他这次来的目的就是要杀死艾兰迪奥 为了讨好艾兰迪奥 炸鸡叔献上了价值百万的蓝宝十九 艾兰迪奥当场就分给了众人 可面对美酒他却迟迟没有下口 炸鸡叔看出了他的步虑 直接一口闷了下去 艾兰迪奥这才放下戒心 殊不知这也直接断送了自己的生命 没过多久炸鸡叔已上厕所为由离开了现场 来到卫生间内的炸鸡叔马上给自己做核酸 看来炸鸡叔是在酒里下了堆 此时毒药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艾兰迪奥也察觉出了不对 唯一没喝酒的手下刚打算上前 就直接被迈克活活勒死 当炸鸡叔走出卫生间 艾兰迪奥直接就想上前拼命 可在毒药的作用下 没过多久他也打了 就这样 炸鸡叔凭借一瓶毒酒干掉了整个卡特尔基德 可此时的炸鸡叔也已经快撑不下去了 虽然之前吐出不少但还有残留 迈克和小粉急忙带着炸鸡叔撤离 可就在这时 子弹击中了迈克 小粉见状直接开始反击 好在对方也是个按住鼠标不松开的菜鸟 小粉这才成功击毙了他 但危机还没有解除 他立即驾车离开了艾兰迪奥的庄园 而此时墨西哥的边境 救护人员整装待发 看来炸鸡叔早就安排好了一切 小粉也驾车急迟而来 救护人员一拥而上 噢不对 这不是老板 老板在这里 他们直接把炸鸡叔搬下了车 现场便开始了抢救 但是迈克的死活却无人关心 无奈小粉只能将迈克拖进了屋内 面对快死的迈克 主治医生只是贪了贪手离开 表示付我薪水的是炸鸡叔 小粉只能看着迈克干着急 好在医生救完老板还是怜悯了迈克一下 不知道从何时起救死扶伤变成了见钱眼开 几天过去了 炸鸡叔在超能力的加持下已经基本康复 但迈克因为没有及时得到救治 还需要静养一段时间 炸鸡叔没有管迈克打算带小粉先回去 忠诚的老迈克就这样被丢下 经过了这件事 炸鸡叔也知道了小粉已经可以独自治疼 这也意味着怀特失去了利用价值 小粉请求炸鸡叔放过怀特 可炸鸡叔却并没有回应他 几天后 怀特发现了实验室的设备被人使用 他询问看管人员是谁使用了设备 可即便是他不说怀特也猜出来是谁了 晚上怀特找到小粉 他请求小粉不要替代自己 一旦自己失去价值炸鸡叔一定会干掉自己 因为他知道炸鸡叔太多的秘密了 但小粉却当场拒绝了 怀特不知道的是 小粉已经得到了炸鸡叔的保证 可没想到怀特刚一回头 炸鸡叔的手下就出现在这里 随后怀特被带到了无人的荒漠 可炸鸡叔却并没有杀死怀特 只是告诫怀特如果再敢找小粉 就带着他全家一起吃喜 但他的妹夫炸鸡叔并不打算放牢 说完炸鸡叔便扬长而去 回去后怀特立马找上索尔 索尔也明白怀特现在的处境 便给了怀特消失达人的电话号码 可四个人需要四十万美刀 但在活命念前这点钱根本不算什么 随后怀特告诉索尔在自己走后 向缉毒局逆拟举报炸鸡叔 要淡掉汉客的事情 交代好一切后怀特立即赶到家中 准备拿钱跑路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拿命换来的钱居然少了大半 What? Skyler Where am I? I gave it to Ted What? You did what?